我们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 现在又轮到我为大家唱一首歌了 我要唱的是邓丽君 有一首歌叫原乡人 你们听过吗 原乡人就是歌词真的好美 他说他要有一双翅膀 展开一双翅膀 要到向往的地方去 然后那个蚕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讲过那个蚕 或吐司那个蚕有没有 蚕他为了吐司 所以他一定要吃什么 桑叶有没有 他吃了桑叶他想能长大 长大才能吐司 吐司结了茧 然后他就能够反映他的下一代 然后我们呢 我们就把他的丝拿来做我们的衣服 或者做蚕丝背对不对 然后花 我们每年到了春天 像现在三月份是不是 天气要转春天了有没有 春天花就会开 为什么花要开呢 就是要播种嘛 花开了以后有花粉 然后蜜蜂蝴蝶就会传播花粉 然后就会新的一代的花在产生 好 那我要为大家唱这首 原乡人 好 谢谢大家给我鼓励哦 谢谢 我张开一双尸脉 给多长一双尸脉 你的心一碗 给多长一双尸 黑暗夜中 我想到芬芳 光明明 我捨去打零敲 唯有童四盞兒 要吃小夜 唯有童四盞兒 要開發 我的光 蟲林相當 月都光 白雪茫茫 紅豆流山船一枚樓 一個聽到的 一個吵架 好幾乎 四五個 好幾乎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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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小姐姐 照顧一句 小姐姐… 這帥氣 小姐姐 好蕩八 妳真的很努力喔 老師老師 妳在紅的紅 不會受到分放 再不會要害什麼 做迷归 我舍清淫涯 为了有四川 要吃丧人 为了四川花 要开发 我再唱 远处临上岗 迷归 白雪茫茫茫 老板娘都没唱了 老板娘要先唱 谢谢 谢谢各位 白雪茫茫茫茫茫茫